大家好,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在2018年进行的国际友联跳水系列赛 富士战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就是这位来自我国的张家琪 那个时候张家琪宁宁才只有14岁 本场比赛张家琪的最大金融对手就是这位来自日本的美奈美 比赛开始后美奈美在第一跳的时候 最后的露水水花并没有收住 这一跳美奈美得到了72分占据第一的位置 而我国的张家琪在第一跳的时候 同样发挥也并不理想 这一跳张家琪只得到了64.50分只排在第四的位置 在第二跳的时候张家琪发挥依旧不好 这一跳张家琪得到了72分继续将去第四的位置 而美奈美在第三跳的时候就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 这一跳美奈美得到了79.20分逆转将去第一的位置 不过张家琪在第三跳的时候就爆发了 只见张家琪这一跳不管是空中度座还是露水渡坐的非常到位 这一跳张家琪得到了87.45分逆转将去第一的位置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本场比赛最精彩的一跳就是张家琪的第四跳了 这一跳不管是空中度座还是露水渡坐的无可跳地 这一跳张家琪得到了86.40分的高峰逆转将去第一的位置 其中有一位裁判直接打出了满风10分 在最后一跳的时候张家琪继续延续了自己非常好的经营状态 这一跳张家琪得到了80分的高峰 而日本的美奈美后面几套发挥一般并没有实现超越 最终张家琪以390.35分获得冠军 美奈美以368.70分只获得第三名 二者相差了21.65分 从前两条直排在第四的位置 再到最后三调的连续爆发逆转日本选手夺冠 只能说我国的张家琪真是好样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残妮咬之不清的大大舌头两个